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宿地 我是小兰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有哪些要闻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联合国大会前主席约翰阿时 被控收受包括澳门商人吴立胜等人130万美元贿赂 表示震惊 发言人说潘基文得悉事件之后非常震惊以及不安 认为事件触及了联合国廉政的核心价值 发言人又说在联合国贪污不是常态 如果美国当局有需要会配合调查 约翰阿时涉嫌在2011年至2014年的期间 收受武力胜50万美元的汇款 在运用职权向联合国推举聘用武力胜的新建业集团 在澳门兴建造价数亿计的会议中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今天改组内阁 聚报将会撤换一半的阁员 综合日本传媒报道 多名主要的大臣包括副首相兼财相麻生太郎 内阁官房长官兼义伟 外相岸田文雄 防卫相中古猿等获得留任 新设的一亿元活跃担当大臣 聚报将由原本担任内阁官房副长官的 加藤圣信出任 一亿总活跃担当大臣的主要负责制定人口政策 退制人口减少 老龄化社会对策等等 目标是令到日本在50年后能够维持人口在一亿人的一个水平 另外前众议院护院长是和田和野杨平的儿子和野大郎 将出任行政改革担当大臣 美国联合航空一架由休斯顿飞往旧金山的客机 因为副机司在飞行途中晕倒 需要转到新墨西哥州降落 机场发言人表示 空中管制员在当地星期二早上8点左右接获了通知 指副机师不试 客机在大约20分钟之后安全降落 副机师之后恢复知觉 并且可以自行落机被送到医院 美国航空一架在星期一由凤庞城飞往波士顿的客机 因为机师在驾驶途中因病去世 副机师独自将客机紧急降落纽约机场 机上乘客并无受伤 在台湾国民党多名中常委将于今日的中常会联署提案 要求召开临时代表大会 撤销红锈住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的资格 并盛传改由现任党主席朱立伦出任 据中央社报道 在39名的中常委当中已有20多名人是联署 有关联署的提案中表示 临时大会应凝聚共识 若有更适合的人选参选 应该尊重党代表最后的决议 红锈住昨日召开记者会 强调坚持参选初衷 不会私下接受任何条件的交换 假如用撤销提名强迫他退选 对党伤害置身且大 人民对国民党的信任将会瞬间瓦解 警方在晚上的9点引爆了 在玛丽医院重建地盘发现的炸弹 爆炸品处理课的人员 在引爆前10秒通知在场的人士之后 现场发出巨响 当时距离地盘R30米的马路 仍然如常行车 现场仍未解封 工人是在下午4点左右 是发现地盘内有怀疑的炸弹 警方疏散附近约500人 有住在医院附近的市民总感到担心 他在下午5点半左右 收到了警方通知他尽快离开 建议他到其他地方吃晚饭和打发时间 因为引爆时可能会发生巨响 玛丽医院的护士钟小姐就说 约5点左右收到病房主管通知 要提早下班 在宿舍休息的护士同事都被通知要离开 部分本身上夜班的护士改为到病房休息 关注完要闻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股市今天的最新情况 美国经济疲弱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的忧虑 市场关注更多的经济数据 观望情绪增加 受此影响 今日港股恒生指数高开53点 暴在21,885点随后是一路的震荡下行 那么最新是暴在21,939.6点上涨了108点 升幅为0.5% 国企指数高开11点暴在9942.09点随后是一路的冲高 突破了1万点的关扣 最新是暴在1071点升140点升幅为1.4% 重磅股个别的发展汇共上涨了0.8% 暴在61.05分 终于动跌0.7% 暴在92.85元 腾讯上跌是0.4% 暴在139.00元 港交错上涨了0.5% 暴在187.3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大多数国家 以及地区经济增长的预测 但是对中国经济看法维持不变 预料今年内地的经济增长为6.8% 未能达到中央政府7%的增长目标 明年进一步放缓至6.3% 但是相信属于渐进的过程 报告指出中国近期经济增长 与上一次7月做出的预测大致相同 投资增长较去年放缓 进口收缩 出口较预期疲落 但是消费增长维持稳定 IMF预计投资将会进一步放缓 特别是住宅房地产方面 相信持续落实结构性的改革 以及低油价刺激消费 为经济放缓起缓冲的作用 报告预测今年内地的通胀率为1.5% 主要受到商品价格低起 以及人民币的汇率大幅贬值等影响 IMF又指出中国未完全消除通缩的压力 将减慢资产负债表调整过程 另外IMF预期香港经济的经济增长为2.7% 今年全年经济增长为2.5% 与去年相同 明年增长加快至2.4% IMF估计香港今年通胀率为2.9% 较去年的4.4% 显著的放缓 今年失业率则维持在3.2% 比利时啤酒商百威英博 向全球第二大量酒商 SAB Mila是提出了非正式的收购建议 彭博报道建议已经被拒绝 原因是SAB Mila是认为 1000亿美元的收购价太低 报道指数引述消息人士是说 百威英博是提出的收购价 相当于每股40英镑 SAB Mila是管理层同部分的股东都认为 每股应该约为45英镑才算合理 两家公司都拒绝评论有关的报道 而自从收购建议公布之后 SAB Mila的股价至本周一 累计上涨了25% 消息人士说双方的磋商 仍在进行当中 由于交易涉及的程序复杂 正式提出收购的期限 可能延长至本月的14号 为Vittoria Secret以及CK等著名品牌设计 以及制造另一的维珍尼国际公布了招股的结果 每股定价5.6元 为招股价范围5.38至6.38元 中间偏下方水平 估计集资金额约为15.25亿元 公开发售部分录得了0.11倍的超额认购 认购一手也就是1000股 至5000手也就是500万股 维珍尼的投资者将获得全数的分配 由一名大额投资者认购最多的1000万股 获分配671万股 国际配售同样获得适度的超额认购 根据与基石投资者定立的基石投资协议 和共认购2768万股 相当于全球发售完成之后 以发行股本总额约为2.35% 预期股份将在本周四也就是明天挂台 美国百姓集团上级盈利4.21亿美元 增长了4.2% 扣除特殊的项目每股盈利1美元 少过市场的预期 公司上级收入为34.3亿美元 上涨了2% 同期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拜承条期全年的盈利预测 估计最少较目标价低10% 原因是集团的盈利最大的盈利来源 是中国市场的增长放缓 以及海外业务受到强美元的影响 公司在美股收市后 延长交易时段急跌了17% 好了 关注完所有要闻 我们来看一则香港的天气预报 限时温度27度 大致多云 有骤雨以及挤震的雷暴 初时新界东部雨势颇大 今天的新闻速递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节再见